这是达里亚布宜村接待游客的地方 一个小的广场 这个地方非常的原始 他们用的水还是这个水井压出来的水 这个地方没有信号 但是可以打电话 因为这边有一个信号坛 但是没有网络 哇大家看它的门是什么 它的门是一个树皮 达里亚布宜村是目前为止 少数还存有这样原始结构房屋的村庄 像这样的房屋现在应该已经见不到了 这样结构的墙 我们都柴火 这是一口老的水井 这样按压的 已经没有水了 然后这边是一个土灶 这样一个原始的村落 我们用原始的村落 做了一碗原始的羊肉面汤 我们去吃面 哈喽 我们和张老师还有救援队的朋友一块吃 葱爆羊肉 最后在这里提醒一下大家 来到这个村落里面 不能使用线上支付 一切都得需要 现金 我的现金没有白带啊 来给共还三千三 来 我还带了港币和美元 咱们准备走到欧洲去 为了咱们环游世界用的 哈哈哈 我们可以启程前往下一站目的地了 去克里亚 克里亚河 河边扎人家 哇 我验一下 蒋连克里亚河的历史渊源 故事传说 是好 我验一下 我的项目派 我验一下 我验一下 座